全球股市在不断创新高 但是为什么油价最近却一直在下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热门话题 我是麦克 我们知道呢 即便是现在呢 Delta的变种病毒在全球再一次掀起了这个疫情 包括像美国澳洲 以及呢 像中国的部分城市 都不同程度遭受到了变种病毒的袭击 但是呢 疫情的扩散或者疫情的再起 并没有影响到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股市 连续再创新高 我们以美国来举例的话呢 美国的道雄斯指数呢 斯达克和标普三大指数 在过去的十个交易中 上涨时间依然是超过了六天 而且呢 目前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它每天几乎依然是在创新高 那么为什么我们同样看到呢 房地产上涨 股市上涨 但是同样呢 是以美元来做计价的 像石油天然气等等和能源相关的产品 它的价格在过去的四五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于在过去的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油价还从75美元跌到了现在的70美元以下 跌幅呢 已经超过了1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奇怪的油价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一年 由于疫情的反复啊 这个全世界的各大央堂和政府 都已经发行了天量货币 美元就更不用说了 美元储呢 在疫情之后就已经释放了 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货币 并且每个月依然是以天量的变化 也就是印钱在不断的增加这个规模 换句话说 理论上来说 美元这个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应该是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话呢 这个非货币类资产像是房地产啊 像是土地啊 像是其他的 比如说是股票证券啊 都已经出现了连续上涨 但这个同样以美元来计价 油到底怎么回上 虽然说在去年的时候最低 咱们知道呢 油价在一天晚上 曾经去过付了30美元 创下了当时过去几十年以来第一次进行 随之以后呢 油价曾经一路是冲回到了75美元左右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时间 美股在上涨 欧洲股市在上涨 那么就算呢 是澳大利亚股市现在也在上涨 但是油价却一直在下涨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就是由于呢 这个Delta病毒的肆虐 使得全世界对于未来 交通的繁忙度 也就是石油的需求量 现在呢 是大打折扣 以澳大利亚举例 包括像越南啊 像新加坡啊 等等的 在第一波疫情中 表现非常不错的国家 最近呢 由于Delta病毒的传播力非常惊人 使得这些国家的疫情 目前呢 是陷入了比较危险的境地 原本这些国家 已经开始 基本上恢复了国内油 交通 运输 包括了私家车等等 现在呢 像澳大利亚 整整的 有1400万人口 目前是处于一个 这个封锁状态 所以呢 国内油基本就购费 汽车上路的时间和上路的里程数 也大幅减少 所以这些实际对于石油的需求量 毫无疑问 就是在减少 第二 就是中国方面 我们知道 虽然目前来说的话呢 这个中国的疫情控制 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也由于部分城市呢 实际上出现了少量 甚至于像南京 出现了比较多的病例 使得很多城市的 这个公共交通系统 包括呢 我们说的私家车的出行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减少 这个里程数出现大减少 换句话说 就是对于在中国方面 对于石油的需求 对于汽油的需求 在过去的四周 也出现了变化 这些因素 暂时还是短期的 那另外要说两点是场景 一 就是美国的页岩油 我们之前呢 在三四年之前 我们知道当时呢 沙特为了打击美国的页岩油 曾经一度是把油价 拉到10美元左右 这也使得呢 当时的美国页岩油公司 出现了大批的倒闭和破产 但是 由于美国页岩油的成本 大约是在30至35美元 所以一旦是国际油价 超过了这个零界点以上 那么美国的页岩油 就可以重新辞回复燃 特别是现在油价 已经恢复到60美元 甚至于70美元左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那些原本的页岩油公司来说 他们每生产一桶油 所能够赚取的利润 现在已经超过了2% 也就是说 会有更多的资本和公司 重新开始生产美国的页岩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以目前的储量来说 页岩油足够人类再使用 至少200年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供求关系来说 石油并不再像 10年20年之前那么珍贵 这个东西 现在实际上来说 还有很多 最后一点 电动汽车 也就是新能源技术 随着以特斯拉为代表的 新能源汽车的逐步补给 它的销量 占据所有汽车销量的比例 正在增加 在未来的10年 20年 像欧洲 定的是2030 像美国 可能是2040 具体的时间 我不确定 越往这个时间点靠近 那么 民用车 对于汽油的需求 就会逐步减少 那随着未来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销量 和普及率逐步提高 在民用领域 对于汽油的和 铲油的需求量 将会逐年减少 这也是另外一点 在石油这个产品上 目前为什么没有出现 像股市一样暴涨原因 所以 Delta病毒 中国需求量下降 再加上 美国的页源油 新能源的普及 这四点 是导致石油 在近期 中期 甚至于长期 从我个人来说 很难再回到 150这个高度的 主要运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